大家好,我是响哥 今天在家做一个非常好吃的酸辣粉 首先凉水中加入红薯粉条 泡4个小时左右 再准备点油菜 洗干净的小葱和香菜 切碎之后放一旁备用 粉条这个时候已经泡好了 接下来开始操作 起锅 锅中加入高汤 高汤的做法在上一个视频 加适量的葱段和姜片 再倒上一勺炒好的底料 底料也可以加在饱汤袋里 或者用漏网去烫 将火开大 锅开之后加适量的盐 一点点的味精 少许的鸡精调味 再放上泡好的红薯粉条 用筷子搅动一下 出锅前放几个油菜 将油菜烫至断生即可 然后捞出来 捞入碗中 底料的做法也在前一个视频想哥就分享了 喜欢的可以去看一下 捞好之后盛上两勺底汤 喜欢吃辣的再加上油泼辣子 最后撒上切好的葱花香菜 再来一点花生米 也可以做成肉末的或者鸡丝的 你学会了吗 非常的好吃 我是想哥 喜欢记得关注我 喜欢吃酸辣的话就加一点点醋 喜欢吃麻辣的可以适当的加一点点的花椒粉 好不好吃 太小了 开车 好久没吃到这种 有点烫 超好吃 吃吗 吃点烫 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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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